路透社8月6日报道 受台风杜树内年日带来暴雨的影响 松华江滋留水位达到了危险的水平 据临散信息显示 至少有215人在洪灾中死亡或失踪 中国水利部表示 已于8月6日上午10点 将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的洪水响应级别提升到三级 中国实行四级应急响应体系 其中一级最为严重 秦经义至7月29日开始暴雨 水市并在8月2日开始转往东北地区 多地都发生了洪涝和地质灾害 然而习近平在训期并没有亲自到训期去慰问 引发了讨论 加上有消息说 中共高层已在北戴河开始了暑期休假 更让很多中国人感到不满 你不管怎么说吧 出现这么大自然灾害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并且天天是把人民挂在嘴上的 起码也应该去看一看 说几句啊 哪怕是敷衍的话吧 中国河北省已年年暴雨进行泄洪 陆续启动了7个续制洪区接受洪水 其中位于坝州的东电续制洪区于8月1日凌晨2时启用 霸州47个续制洪区村街居民 有7万3205人在1号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 当局在2号进行了泄洪 霸州顿时呈一片汪洋 几万人的家园随即被毁 财产损失严重 令人气愤的是央视新闻在4号早上报道 称霸州受降雨的影响 所以导致洪灾对泄洪之事居然只字不提 广美对水深火热中的霸州民众的冷漠 激怒了当地的村民 事上愤怒的村民前往政府大楼讨说法抗议 在现场高举红色的横幅布条 还我家园 明明是泄洪原因 却说降雨所至 许多灾民痛批政府救援单位 去当地只是一个摆拍邀功 然后就拍屁股走了 只有民间的志愿队还在救灾 网络的影片显示在场官员与民众沟通畏谷 期间制止民众拍摄反召呛救路里门 随后现场就爆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 抗议的民众向警方抛制石块 一些黑衣人手持震报的盾牌 从向民众进行殴打 有当地网友说 把泄洪说成下雨 半个霸州都成了汪洋大海 你这不是欺负老百姓吗 老百姓就活该 被你们把生死置于度外吗 说降雨就可以不用给赔赏了吗 老百姓奋斗了几十年的基业 瞬间倾家荡产 央视新闻网目前已经下架了这一则新闻 五日上午八点十四分 霸州政府微信公众号发布 致广大乡亲一封信承认灾情 是启用叙之洪区泄洪所致 并承诺将做好全面的受灾补偿工作 在多地传出严重的灾情后 河北省委书记 省能大常委会 黎月峰一号二号视察时 居然说河北要有序启用叙之洪区 减轻北京的防洪压力 坚决当好首都的护城河 他这个说法呀 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 一位在外地的卓州人说 有太多难以言说的内幕 听着呀都难受 他披露了如下内幕 一是他在卓州电视台当记者的同学 经过这次泄洪 他说他都干不下去了 因为在严重的疫情下 领导还浪暴 临死中临死亡 而事实上他同学参加救援时 一开门就看到水上漂浮着尸体 二是卓州市委书记 自始至终都没有出来表态 但他七月底来开内部会议时 却明确说保北京放弃卓州 这是原话 事实也是如此 当当局要炸泄洪史 引臣民的阻挠不让他们炸堤 但是没有成功 夜间当局派人偷偷的炸开了 这就加剧了卓州的灾情 三是卓州官方不作为 但骗捐骗得很积极 至今卓州只发过两个通告 一个是邀请函问题 一个是募捐资金 官方发了捐款的链接 现在省里不答应再追者 因为没有经过审洪十字会的批准 钱就直接打到了卓州 水淹了之后 当地政府一方面 他们的救援能力严重不足 令大量受灾的民众被迫自救 另一方面 他们却要求外来的民间救援队 必须有邀请函才能进入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 甚至安排工作人员涉水 去寻找工章 南方周末 以媒体人陆批卓州某政书记拒绝工艺组织的参入 要求政府全权介入执行工作 而当地老百姓正陷入无自保障的困苦 五千人在挨饿 类似这样的奇景 也出现在离卓州仅百公里的保定市 当地居民在收到通知后 连夜开车撤离 却被堵在高速公路收费口 路口完颜数公里 之后管理部门回应称 因为没有接到上级放行的通知 所以有分析人士指出 像卓州这样无耻的官员 绝不在少数 这仅仅说明中共体制内利益淘汰已经非常严重 有良心良知 愿意为老百姓做事的官员已经不多了 而类似这样不断的 表忠心对最高层中层 却不把老百姓当能看的官员 在中国绝非少数 究其原因应该是上行下效的结果 那个口口声声说着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喊着为人民服务 心中装着老百姓的中共高官 做的却是伤害唬隆老百姓的事 为自己利益去操心 尤其是近些年来在越来越多的灾害面前 北京高官都选择装聋作哑 全部隐身 没有一个人露面 想试着和遭受灾情的民众表达慰问和哀悼 这一次也不例外 卓州的灾情和官员的不作为 已经让深受其害的老百姓 愤怒了 他们纷纷在微信和微博上 露次官方泄洪不提前通知 以及救援不利 有卓州的网友就质问道 北京城里的人命是命 晶晶一接浪地区 河北地区的人命就不是命吗 我们知道我们是韭菜是人矿 但在共产党的眼里这些都不如 卓州人民通过这次惨痛的代价 慢慢在觉醒 原来很多人不听不看不想 现在不得不思考未来的路 坐以待毙就是任人宰割 显然灾情严重性和民众的愤怒 已经引起了在北戴河休假的 习近平的焦虑 据《新华社》报道说 8月5日受习近平的委派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卿 率有关部门紧记赴天津 指导防汛抗抗救灾工作 财政部也宣布将拨款1.1亿人民币 用于晶晶一地区的救援工作 这么少的资金 再加上各级官员的截留 能够到老百姓手中又有几文钱呢 与中共对外援助或者贷款 动不动就数百亿美元相比 是不是对自己的子民也太抠了呢 这样如此回应灾民是不是太迟了 也太作秀了呢 总上所述 河北卓州霸州居民的无望之灾 源于中南海要保北京和雄安 而地方官员要拍马屁报官位 但即便是这样 中共也应对灾民表达一点同情和慰问 官媒撒谎将泄洪说成降雨 习近平呢 则躲到了北戴河开会讨论他的国之大责 地方官员救灾作秀 这一切啊 其实老百姓都看在眼里 天天将人民挂在嘴上的习舵手 人民领袖 在他的眼里 人民只是任意宰割的羔羊 历代王朝如此罔顾民意 坦率的说啊 还真的不多 进一步说明啊 习政权只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习近平在重大灾难面前 罔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现在啊 连表演都懒得眼了 啊 民主人士啊 这个就说啊 有民主人士就说 现在习近平为什么啊 懒得眼了呢 原因是啊 他自己都啊 厌倦了 躺平摆烂 洗脑宣传呢 孤狼可以糊弄老百姓 但当今中国国门已开 完全屏蔽信息不可能 习近平无法获得官员的忠诚 而只能用暴力恐吓他们 但官员可以躺平 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完全管控社会 缺少激励机制 我常说呀 毛泽东和邓小平很可怕 其实习近平并不可怕 他就是一个纸糊的灯笼 挂在空中 毛泽东使开国领导人 打下了江山 有一批致死都服从他的官员 君不见 文革中造反派 保皇派 彼此之间的打蛋死去活来 又有谁反对过毛泽东呢 原因是威望所在 尽管老百姓当时也很愚昧 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 不仅符合人性 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死会 自然雍登无数 尽管他们都是独裁者 都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但他们有威望 这是事实 但习不同 他的权力来自胡锦涛的几股窗花 执政十年 对老百姓除了带来折腾以外 他还带来了什么呢 天天都是大化心诚 什么国之大者 什么全过程民主 什么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还有什么等等这些 但是这些管用吗 老百姓感受的是现实的 他们知道自己的活包 瘪了 没钱了 之前可以出国在国外的广场 跳广场舞炫耀中国的富有 但现在又有几个国家接纳中国人旅游了 再说吧 对习来说 谁是他的真正的拥护者呢 习家军 但习家军又有几人呢 这些九郎犯贷能够治国理政吗 在这次灾行中 我们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 河北省委书记黎岳峰他怎么说的呢 要保北京保雄安 要做护城河 但他想过没有 你为官一论 要造福一方 你现在的脚就在河北 你的屁股坐在河北的地段上 你最起码叫屁股决定脑袋吧 你也应该为当地的老百姓想一想吧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保住头上的乌纱 甚至能够再进一步的晋升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的眼里只有他的习大大 而根本没有在水中浸泡的人民 在中国大多数官员商人知识分子 普通老百姓呢 都渐渐的明白了 他们跟习不是一条心 现在甚至可以说习近平跟中国共产党也分道扬镳了 共产党希望习近平保他的江山 而习近平只希望把中共的江山 变为他习家的天下 但习有一个劲敌 这是他最害怕的 那就是盼望革命的社会底层的民众 他们通过仇富 他们仇富仇过仇官 他们梦想啊 车他梁和他梁打开城门 迎闯王 习政权的刀锋属下 不断的折腾老百姓 视老百姓呢 为除狗 这就是灭亡的征兆 因为没有一个王朝啊 灭亡不是跟老百姓为敌的 无论是秦朝汉朝还是唐朝 宋朝最终的覆灭都是不把老百姓当人 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 最终生计难有保障被迫结干而起 当经济凋敝老百姓失去希望 国际围堵不断的加强 这是中国的主人就开始啊 要行使他的职权 要收回他的权利 这就是真正的横角色 人民 今天的洪水就是明天的金涛海了 好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感谢您的收看 好观众朋友们 五字幕关注